今天上午 中国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公布了六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服务群众企业的公安交管新措施 包括三项便捷快办服务和三项网上交管服务 这些措施将从今年的9月20号起正式推行 在购车方面 车辆销售企业将提供车辆登记快捷代办 预计每年将汇集超过1500万车主 节约交通成本2亿元以上 在机动车销售企业提供购买车辆 购置保险 选号登记等全流程服务 实行销售前车辆预查验 资料预审核 信息预录录 群众购车后 无需前往车管所办理登记 便多头奔波为在销售企业一战半截 而为了方便境外人员入境驾驶 新所事中提到将简化临时入境车辆办证的申领手续 延长使用期限 港澳台居民换领中国内地大陆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的年龄 也将从50周岁延长到60周岁 再过三天就是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了 据中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预测 今年中秋假期选择拼车包车出油的情况将会明显增多 有关部门也提示 假期出行务必要选择具有合法营运资质的车辆和人员 确保出行安全 央视记者北京报道